史蒂芬温这个时候出来 对美国来讲这个大事 共和党今年11月份一定会赢得中期选举 共和党一定全面在国会开听证会 史蒂芬温 艾利伯·埃迪·亥根·巴森 尼克拉姆·戴威斯 善伟健 杨冠军 所有这些砸锅的人 国会一定会立案子 就是答案就是三件事 为什么去攻击郭文贵的人 有共同的行动标准 共同的标语 共同的指挥 跟中国大使馆 那么这些人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 是不共产党在美国的力量 美国人谁跟他们合作了 吴征 杨兰 还有那保安公司 还有马云那2000万美元的事 你觉得会过去吗 还有在太平联盟的官司上的 叫Rachel van der Kol 这个前FBI高官 还有这个Mayomene律师事务所 还有郭文贵所有的案子的判决 是否是公平的 是否受到了其他影响 是否有Hackenbassom的影子 司法部DOJ 都是谁拿了钱 我会告诉我 我等的就是这一刻 今年年底 所有的美国国会 一定会找到郭文贵 所有案子背后的原因 和金钱政治关系 就是找到共产党 在美国的金钱地图 司法腐败地图 政治关系地图 这已经现在是国会山流行的话语了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这个意义有多大 当这个时候开启的时候 新中国联邦 必将百分之百的 将真相在西方展示出来 所以说到今年11月份 中期选举之后 兄弟姐妹们 你会看到 所有关于七哥的秘密 可以说每天 像过三车一样 所有关于七哥的案子 都会被美国国会听 所有这些法官 所有的检察官都会被问 包括SEC的案子 百分之百 这就是美国法治的厉害 一个也跑不了 所以意义重大 开启了真正爆料革命 和西方到了一个关键点 展示新中国联邦和七哥 最真实的一切的时候来了 斯蒂芬问会多惨呢 你们知道吗 斯蒂芬问的所有的 过去捐款的钱 昨天已经是共和党内部说了 要把斯蒂芬问的 所有的那个职务全拿掉嘛 说把他所有的募款的钱 都要退回去 必须查清楚 和斯蒂芬问联系的任何一个人 你知道司法部已经警告斯蒂芬问 所有跟孙力军 和中共有联系的通信方式 任何一个信息被删除 不提供 被视为销毁政绩罪 刑事罪 直接进监狱 到那时候 得多少人知道 新中国联邦七哥呀 到那时候 得多少人知道 洗碧呀 到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真有人想消灭中国共产党 还真有本事消灭共产党 你们服不服 咱们能走到今天 开玩笑呢 这个案子意义太大了